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回到我們的節目 剛才聽了校長、家長和Fer 很多他們說的處境和爭取過程 聽到真的很離譜 為何可以有這樣的限制 我們回想中學的時候 因為我的中學是比較多內地新移民的學生 他們可能來到香港 他們可能降級幾年 他們可能畢業的時候 20歲、21歲都有 你莫說是內地新移民 普通香港學生 你都可以留班 為何我們的政府 他不是在這個情況 不是去輔助一些有需要的人 這些政策上都是林叔叔 真的很離譜 其實智障的同學 他的智力有限制 他讀書的時間 學習的時間 需要更加長 你反而限制他 短一點 18歲 最多最多 逃離 這些孤子沒理由不知道 是的 就是我們智力正常的 我們都可以給我們多讀幾年 或者你的情況 新移民的 就是可能要插班 或者中間他要追回 你都給他一個機會 偏偏智障 反而不比 我覺得唯一的理由就是省錢 錢 是 是 真的 省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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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送給人 八戒 省一元 省一元 省一元就是好官 現在我覺得就是這樣 省一元就是好官 我記得我有個家長 我們現在有個學生 他在做司法覆核 申請司法覆核 是 上次在聆聽的學廳 我們家教會主席 講了一個故事 講他自己兒子的故事 他就講 他的兒子是唐氏綜合症 輕度智障 一般的小孩子 他的兒子兩歲 就已經懂得走懂得走 都講話 吱吱吱吱吱 他的兒子兩歲 才開始可以 扶著東西走幾步 你想想 其實前期 那個成長是慢了很多 但他不是不可以的 到現在 到後期 比如說十六七歲 十八歲開始了 我們大部份 輕度或中度智障的學生 對這個時候 他大概都是十八歲 他可能等於我們八九歲 小孩子的智能 他的學習能力 開始成熟了 他可以學得很快 比如剛才講家教會主席 這個小孩子 差不多每個星期都寫一封信給我 跟我通訊 通訊 我現在回到場 看 那天我才第一天 聽到他媽媽說 原來他兩歲才會走 兩歲才扶著東西走 你想想 其實他前期的發展是遲了 如果我們不在後期 再給多些時間補足回去 那你就會 局限了他未來的發展 但這些理由 這些教學的理念 其實沒有理由 我們做教育局的官員 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 他就是不知道 他是不肯做 不過教育局的官員 是否搞教育 如果他們不是很懂教育 他搞會計的 他搞會計的 他現在都說 我計足你十二年 不要騙你情 我說他騙情 不是啊 如果就算十二年 校長 我們正常主流的同學 那十二年 其實都是一個學制 他中間可以跳班 又可以留班 但是我們就不行 十二年就硬挖十二年 是啊 多一年都不行 多一年都不行 這個不同 還有 他主流學校 你不要忘記了 我們讀完十二年之後 好像周晴你可以讀大學 或者未有讀大學 學生可以去IV 很多副學士 副學士 我們志張的學生 離開學校 就是離開學校 離開他現在讀中學 他就沒有 現在目前來說 沒有副學士 什麼都沒有 他學習中斷了 他就說職業訓練 是的 你就去職業訓練 去極能中心 去庇護工場 我有個學生 寫了一封信文 我很感動 他這次說 我校長我很想問 特首 如果他的孫 有人跟他的孫說 你十八歲就沒有書讀 你猜特首有什麼反應 沒有書讀 十八歲就要去做事 十八歲就要去做職業訓練 或者庇護工場 不會 特首的孫很聰明 聰明 不用去庇護工場 我只是當你說十八歲就要去找工作 是的 我們現在究竟有幾多主流下的小孩 真的會十八歲去找工作 我想如果他肯讀書 很少很少會十八歲 現在問題是 那些小孩 那些小孩 找到要讀書 但你就不讓他讀書 十八歲了 麻煩你出去找工作 出去做職業訓練 這是什麼世界 有些人 有些人 寶寶就說 那些家長 貪得無厭 他們成人服務 可能不夠位 排長龍 他們沒有人收他 那就先放在學校裡 他自在啞著 在學校啞多幾年 他其實就是 貪這個方便 又不免得拿回家去找 你覺得這個說法怎樣 我不否認 有些家長可能是這樣的心態 都不定 但是在我身邊見到的 一定不是這個圖畫 根本我在我身邊見到的學生 個個都是十八歲 就叮叮那隻 怎會有得牙 在我眼見的肢體相殘 小孩沒有 沒有人有機會可以牙到二十歲 或者二十幾歲 你好像認識有個同學 是媽媽的 他怎樣 我認識有個家長 他有對媽媽 一個是正常智能的 一個是智障的 兩個都肢體相殘 兩個都肢體相殘 在同一間學校讀 因為我們肢體相殘 學校就會有主流課程 和智障課程都有的 肢體相殘 學校就會這樣 但是這個媽媽 其實都在他現在 所謂十八歲的制度下 其實都是受害者 怎樣說受害者 現在牙科保健都是這樣的 他就說如果你是小學生 就有牙科保健 但是中學生就沒有了 好了 那這個太太她的孫兒子怎樣 聰明那個呢 就是讀主流課程 那就可以慢慢地 在小學那裡讀 或者她讀得不好 還可以留下班 在四年班 五年班 六年班都可以 那她聰明那個 反而就是讀小學部 都仍然 反而智障那個 不聰明那個 就跟著教育那個制度 嘻嘻聲 就連年不停升班 那她就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她要跟著她的樓梯上 她不理你做得好不好 對 因為快點升班 反而那個 還可以在牙科保健那裡給她 因為她是屬於小學部 因為她聰明 她可以慢慢讀 那個智障的呢 對不起 你隨便升級到中學了 那牙科保健 其實她都參與不了 其實要一個 其實要一個媽媽 帶一個智障那個 去找牙科醫生 是更困難 帶那個 聰明那個 而且她兩個都知道 體傷殘 這個媽媽 她其實為了這件事 都很生氣的 但是作為一個家長 你生氣而已 又有什麼用呢 這些故事就是由我聽回來的 不是發生在我身上 但我也替他們 他們是很生氣的 那兩個兒子都是自己的 那為什麼 那個 就可以在小學部 讀一下 讀一下 所以她都在小學部 耐久了 會留下班 反而 差那個 除了聲就連連 升不升 升到中學部 因為她要快些 給她畢業 快些走 這些故事 我真的聽不少 這對媽媽真的 我覺得很經典 但一對媽媽兄弟 智障的 反而肥肥聲 就很走 我想她 分分鐘讀不完 那個新高中 正常 智力正常一個 就可以讀到幾年 幾多歲都不要緊 她可以繼續讀 她可以讀完 新高中才走 是的 但18歲 智障那個 就馬上走了 是的 所以最終可能 智障那個 讀到18歲 就回家坐 那個 主流課程 那個 就繼續讀書 都可以 還有這些 家庭 或者這些 所謂的影響 其實是內部的分化 因為同一家學校 是不是 是的 我們真是 欲罷不能 本來想著 錄到這一節就完 但其實 過中那種辛酸 和那種不公平 真是說不完 所以接下來 我們再有一節 再講完